我给大家念几条评论 房车现在不香了 不要被带偏了 国家和各地都出新规了 看着现在的文章都在写 房车如过街老鼠 哪里都不让停车 连周边国家都不让进了 买了新车可怎么办 现在房车出油 已经不是那么受欢迎了 可以说很多热门旅游目的地 已经很反感房车了 你们现在买房车 会不会有点不划算呢 今天我就和大家聊一聊 我的看法 最近从网络上看到 关于西窗版纳发布 针对房车旅居车 进行规范管理的消息 而更多的是由此引发的 各种有关于房车旅行的 负面解读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 对情绪有很好把控能力的人 但是这几天看多了 心情真的不免生出烦恼 有些话不吐不快 今天想和朋友们聊一聊 我的看法 这期内容比较长 希望大家都能看到最后 并留言我们一起讨论 先说几点 当下房车床车旅行的现状 现在我们看到的房车旅居车的旅行情况 在网络上是一片负面消息 房车旅居车到处被碾 房车人数字低下 很多城市开始限制房车进入 事实上果真如此 前两天我在一次直播的时候 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有多少朋友自己亲自开房车旅行 或者有亲朋好友在玩房车 他们有机会亲自参与 回应者微乎其微非常少的人 但是关于房车的负面情绪 都来自于大家看到的网络消息 第二点我想说呢 我在2017年呢 购买了第一辆房车 这五年多时间断断续续的自驾房车 漫游中国的旅行 可以说是见过很多 走过七万多公里 住过很多住车地有免费的 有收费的停车场 有好多房车露营地 也有可以加水供电的民宿农家院 也有在高速服务区住车过夜过 自然也见过很多房车 黄车的车友 确实看到过一些数字差 各种奇葩的人和事儿 随地扔垃圾的 景区停车场洗这个内衣裤 然后随意晾赛的 午夜时分还唱卡拉OK的 在公共卫生间偷电的 在普通停车场占车位 还有不能友善处理和当地人关系 并发生争执的等等等等 我负责任的说呀 那是少数人 他们不能代表房车群体 更不能代表房车旅行的未来 目前国内房车保有量大概30万辆 房车就没有统计了 那整个加起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 和其他任何群体一样 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上中下 就会有各社人等 就只是当下房车这个新兴的群体的 个别素质差的人被过多的关注了 我想说第三点啊 我们见过那些素质差的自驾者 同时也看过很多素质非常高的 自驾房车的旅行的朋友 不扎堆 不影响他人 高度自律 不影响环境 我记得我在二三遇到一位 自驾房车的车友 是一位银发老者 扫言寡语 甚至我驻车的两天时间都没有注意过他 但他离开这里的那一幕我看到了 他临行前默默的清扫了他自己的这块驻车地 周时的干干净净 然后离开 我其实不止一次看到过好多车友在驻地周围 用那种长的夹着 减食烟蒂和止血垃圾 我还看到过有车友在公共卫生间接些水 然后把水池用抹布擦干净 我有遇到过车友对自己的要求是离开驻车地的时候 环境甚至比来的时候还干净 这样的车友 我十分敬佩 也非常感叹 如果我们自驾房车的车友们都能如此 哪里还会被驱逐和不受待见呢 我们福旺家这几年旅程真的没有被驱逐过 没有发生过与当地人和当地的管理部门人员发生过任何增值 很多时候事在人为我们坐自律的房车人面对的大多都是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和友好 第四个我想说的啊 为什么三亚和西窗凡那是反映最明显的地方 因为这里确实是气候环境好啊 好多老人或者候鸟自驾者越东首选的目的地 所以自驾房车床车去的人集中 群体集中的地方的问题就集中的显现出来 其实我们大多数车友对那些数字低下的自驾人非常反感 但是也被丧鸡无骨 第五点我想说为什么当下网络上对房车一片负面消息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部分自媒体找到了一个流量密码的题材 拍摄正常的房车旅行生活没有人看 只要拍房车人数字低下的视频就会火爆 所以无论好的车友有多少 他只拍摄那些有问题的少数人 然后在网络上不断的发酵 很多没有真正接触过自载旅行的人都被带节奏 看到后就认为房车和床车旅行都是数字低下的人在玩 这确实让人有些沮丧 做了这么多自驾房车旅行还能继续下去吗 第一个我觉得我们不能饮夜费时 对于老车友呢 我们做一个积极友善自律有数字的房车友 并且影响更多的人 利他就是利己 这样大家才能长久的继续自驾游开启我们的房车旅行 第二个呢 对于新手新车友 希望大家从一开始就养成好的自驾旅行生活习惯 我特别想再做一期视频和新朋友聊一聊 如何正确开启自驾房车旅行 如何安排体面的房车旅行生活 想想我2017年刚开始自驾房车旅行的时候 也是个新手 当时各地环境宽松 大家都非常友善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自己有很多不妥的做法 比如在停车场室外做饭 住车地停车场打开折扬棚 摆户外桌椅 当时想这么大的停车场也没有几个人 空着那么多车位 就多占一个没什么 其实这是不对的 物与恶效尔为之 所以现在的新手呢 要从当下开始 要以全新的理念来玩房车 聊到这儿啊 我想再给朋友们读一条粉丝朋友的留言 这段时间由于西双版纳部分 不文明房车友的行为 部分城市出台了房车管理办法 你是房车旅游自媒体 能否用你们的影响力 号召广大房车友文明出行 遵守规定 不要一颗老鼠死坏了一锅粥 影响一个很好行业的发展 也影响真正房车爱好者的出行生活 我在这儿想起了我们房车圈里 有一位好朋友 北方的大棚车张广志老师 在2021年发起了一个中国房车车友公约的倡议书 也有好多车友应声加入 在视频的最后 我把这个倡议书发出来 希望这股轻流呢 能一直流传 我们福旺家一家自言 人为言轻 但求大家一起发声讨论 并多转发 让房车旅行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和未来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